有些花友发现兰花叶片长黑斑觉得非常难看 经常都是给兰花把它一刀切 把叶片全部剪掉 然后给它触芽让它能够发芽 那么这种方法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用的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兰花不管是根茎还是叶 它都是从这个炉头上面长出来的 那么炉头的话 它储存养分的都是靠叶片来进行光合作用 回流养分到炉头这个部位 但是如果你把叶片全部剪掉 那么它的就没有叶片来进行光合作用 那么你的炉头的话呢 它就在发芽的时候 它会消耗非常多的养分 不仅会导致你发出来的芽比较小比较弱 而且呢会导致炉头因为消耗过多 后期难以复状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们最好就是给它直接打药 直接给它用上这种专门针对叶片病害的 这个本甲鱼做纸 直接取一粒对500毫升清水 你五到七天给它喷一次 连续喷两到三次 基本上就可以控制住 后期呢也就不容易在蔓延 将这些叶片的话全部留着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让它能够回流养分到炉头 促进植物的生长 当然如果有一些叶片 它的这个黑斑非常多 非常难看的可以剪掉一点 但是一些比较健康的 或是黑斑比较少的 最好就是留着 平时呢我们为了预防叶片感染病害出现黑斑 大家最好就是一个月喷洒一次 杀菌药进行预防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